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2前瞻中确定 5.3还灯姐角色加时装安排 网友蜡萍 这次还是三个纠缠之缘吗? 元神,新皮肤确定 依法外形曝光 白发黑皮橙蓝 恰斯卡V3大加强 喜提水龙王同款增伤天赋 元神,恰斯卡V3技能史诗加强 风龙王成了塔主推 5.3新皮肤确定 湘宁的虎皮裤款式更改 元神,5.3卡时终于确定 仆人加莱欧斯利复刻 百万女网红靠时雷神干预克勤美爆 元神,伊安三确认常驻 火神星机制爆料 高命有奶,强度不低 5.2最高可获118抽 伊安三角色定位于纳塔常驻更新 伊安三,这位备受瞩目的角色 已被确认为纳塔的五星常驻角色 由于目前关于他的二创作品 剧情文本内容相对较少 且角色热度不高 因此将他纳入常驻卡池 无疑是对过去两年没有新增常驻角色的一种填补 这一决定不仅丰富了纳塔的角色阵容 也为玩家们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 火神机制强化于人权卡地位 火神作为游戏中的强力角色 其人权卡地位移得到广泛认可 而近期,火神又新增了一项强有力的机制 在高命座的情况下 他将拥有回复效果 这一机制时的火神与水神能够完美适配 共同发挥出更强的战斗力 并且还能为对内的纳纳塔角色集体添加新的buff效果 为战斗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策略性 然而,具体效果还需等待后续内容的更新和揭晓 5.2版本原始可获抽数奖励汇总 原始可获抽数奖励的汇总情况也备受关注 根据统计,从11月20日至1月1日期间 不同类型的玩家将能够获得不同数量的抽数奖励 具体来说,灵克玩家最高可获得84抽 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得110抽 而大小月卡玩家则最高可获得118抽 这样的奖励设置 无疑为玩家们提供了更多的抽卡机会 增加了获得心意角色的可能性 因此,从现在开始屯机原始 玩家们将有机会在5.2卡时复复中 稳定获取那位莱特、钟离等人权卡 为自己的战斗队伍增添更多强力角色 关于5.3卡时的最新动态 尽管每次卡时更新都充满变数 但此次新增的两位五星角色 火神马威卡与新兵斧倩特拉里 特别是火神 还会上线人气就非常高了 这下原始真要不够了 另外,5.3版本的复刻角色名单 也在论坛上引起了乐意 据透露,仆仁海莱欧斯利有望复刻 这些消息对于期待他们再次登场的玩家来说 无疑是个好消息 特别是莱欧斯利由于已经长时间为复刻 因此其复刻的呼声尤为高涨 然而,也有玩家提出生贺霍咸云复刻的建议 但他们的定位与倩特拉里有所冲突 具体还需等待技能详情的公布 游戏热火朝天 授圈的大佬们也没闲着 红红小林深色以及精湛的COS 记忆吸引了大量粉丝 目前拳王粉丝数已达到103万 他所COS的原神角色不仅形象逼真 更以修长的双腿成为了其独特的标志 在小林深色的众多作品中 甘雨的兔女狼形象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之一 甘雨作为特定文化圈城中的代表性角色 其形象的塑造和展现一直备受关注 此外,他还尝试了雷电将军的猫儿女仆形象 这一独特的反差感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冲击 雷电将军原本就拥有强大的气场和威严 而猫儿女仆的形象出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克勤的白色护士形象也备受赞誉 克勤作为游戏世界中备受喜爱的角色 本身就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个性 除了靠作品外 小林深色还分享了一些肉脸生活照 让粉丝们更加了解他的真实面貌 无论是才艺还是颜值 小林深色都用自己的实力赢得了粉丝们的喜爱和支持 在5.2上半卡时中 新无星角色恰斯卡登场 其V3技能数值有所调整 普攻与战技伤害改动显著 恰斯卡的灵命级表现出强势 二命更是大幅加强 似乎将成为命座战士 并具备出色的大世界能力 有望成为纳塔主推角色 同时 5.2卡时还引入了新四星角色欧洛伦 其V3技能机制调整 不再限制战场式的元素 而是转为限制普攻 重击 下漏攻击的战场主C 灵命倍率得到加强 但命座被削弱 整体变为通用回能拐 作为四星角色 其后续是否还有改动 值得关注 至于5.3版本 海灯杰将有三款新皮肤上限 根据推测 夜兰 香菱 嘉明获得新皮肤的概率较高 其中 香菱作为老角色 正皮肤的可能性较大 另外 也有观点认为如果是两位五星角色 获得新时装 送给胡桃会更合适 不过 由于距离当前版本较远 相关信息仅供了解 不宜过早期待 原神这款游戏角色众多 但皮肤更新缓慢 新皮肤将在5.3版本海灯杰推出 主角是夜兰 她因为外观长寿玩家诟病 但此次皮肤令人期待 同时 预计会有四星角色的新皮肤 云景 香菱和重云是热门人选 在角色方面 新角色爆料显示 那塔地区将增加男角色比重 以确认基尼奇汉欧洛伦 未来还将有伊法登场 伊法是一位成年男性 白发黑皮 拥有飞行能力的火属性法师 外观受欢迎 但如果是后台火角色 强度可能不会太高 她也确定不是常驻角色 常驻角色将是雷属性长枪角色一暗三 伊法的形象与神里灵人相似 外观和剧情吸引人 但强度可能不尽如人意 恰斯卡在测试浮营 来了第三次全面加强调整 提升了大世界飞行能力和输出能力 元素战技倍率降低 但获得龙王天赋染色的增伤机制 最高增伤65% 需三个不同属性队友 二名恰斯卡伤害属性改为重机 可享受专武效果 阿末斯工勉强可用 满命恰斯卡新增减少元素战技重机蓄力机制 输出提升显著 调整后 恰斯卡伤害提升 但能需命做支撑 若资源不足 建议跳过 因缺乏霸体机制 难以与龙王和仆仁竞争 输出机制上 一魂消耗减少30% 持续时间延长至1.4倍 可打出更多伤害 恰斯卡斯那塔首个在测试服大幅加强的角色 具体实战效果待最终测试 其身着队友增伤天赋属增伤区倍率 与龙王独立城区不同 但以属不易 因恰斯卡无法带元素杯增伤效果稀缺 随着原神那塔5.2版本的临近 玩家们对新角色和版本更新的期待愈发高涨 据悉 5.2版本将推出两位新角色 恰斯卡与欧洛伦 同时 备受瞩目的前瞻直播也定于11月8日晚8点准时开启 届时 不仅会有详细的版本内容揭秘 还有玩家们喬手一判的300元时兑换码等福利等待着大家 在5.2版本的卡词安排方面 新限定五星角色恰斯卡将震撼登场 而钟离 林莉和奥维莱特这三位高人气角色也将迎来复刻 从当前的深渊使用率来看 钟离和奥维莱特因其出色的实战表现而备受玩家青睐 是值得抽取的保值角色 接着5.3版本也将带来新的惊喜 除了新角色马威卡和倩特拉莉的加入 复刻角色方面同样令人期待 作为海灯杰版本 离乐角色自然不可或缺 其中 深渥作为未复刻时间最长的角色 几乎可以确定会出现在此次卡词中 而另一个复刻位置则有望游师傅咸云填补 这样的卡词安排无疑为玩家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此外 海灯杰版本还将推出全新的四星角色和时装 据推测 夜兰 嘉明和湘灵这三位角色有望获得全新的时装设计 会游戏增添更多的个性化元素 然而 具体信息还需等待5.2版本的正式开启才能揭晓 最后 关于海灯杰的奖励 鉴于之前版本中出现的问题 官方和玩家们都会更加谨慎的考虑 因此 有理由相信 为了回馈广大玩家的支持 官方会在奖励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让玩家们在这个特殊的结论里收获满满的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